刚刚采下的正宗西湖龙井仙业 在这个正副搭建的舞台上 开始了它的华丽转变 参加比赛的选手最小的也已经过了45岁 青年人没有人愿意干这行 这或许才是政府该考虑的事情 与其说是比赛倒不如说是娱乐 国家级分物质文化遗产 西湖龙井仙炒至记忆 就在这种娱乐中不再有温度 比赛结束 熊州超出的上号熊龙龙警察 也不知道在谁那里得到了圆满 比赛已经出来了 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沙江大学农水院副院长 茶学系教授王岳飞 宣布本次大赛的比赛结果 大家欢迎 三等奖是何嘉元 邵明海 杨国军 有请是三位选手上台 大赛 炒炒王室 球小华 大家鼓掌 恭喜球小华 本次是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 今年的炒茶王 球小华 就是外同雾村的茶农 扩奖了他很平淡 确切地说是无奈 因为茶的睡场价格 和他的记忆几乎没有关系 机器和市场 让茶再也跑不出手工的温度和香醇 虽然人们在苦苦追求这种味道 在我们设置组的请求下 外同雾村的球队长 给我们演示了一次 手工炒茶的全过程 球队长终于说出了让他烦心的事情 刚刚入生产队是16岁 烧锅烧了两年 正确的制茶我是18岁开始 一直延续到今天 也就是说要将近40来年 我们炒制这个手工茶 为什么这个手工茶 年轻人不愿意学 因为这个东西太累了 也是太苦了 茶笼的这个手 你不知道炒茶叶的时候 我们生产队一个手上十多个炮 手工茶出来 比如说我手工茶出来 你也只有一千块 你继续炒出来也是一千块 那肯定继续炒嘛 谁高兴炒的 吃力不讨好的黄胖大年糕 真是火箭鬼的 所以说也不是说老百姓茶笼 不愿意去炒这个茶叶 想是想 但是想了以后 你卖给谁 这个是主观问题 这个作为我们来说都是知道的 现在都是以机制来代替手工 看上去好看 它好像漂亮一点 其实感官历史上 口味这一块肯定是手工制作的 好吃一点 草笼棕茶这一块我也呼吁过 哎呀这个草笼棕茶手工茶的话 真的快要没人接手 因为有的全程手工制作的话 要试传了 所以我们民间的有一些 你说 哎呀怎么说呢 有的东西真的很快就要 很快就要试传掉了 所以说你说 一个东西 一个好端端的一个东西 你全手工制作的茶叶 不要几年的 我想想呢 在那个二十年了 真的 你要吃这个全手工制作的 农棕茶是很有难度的 这或许真不是危言耸听 没有了手的温度 这片树叶出身佛门又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